巴黎奧運選手們 進駐選手村之後 第一件事情 居然是在床墊上跳啊跳 還做出各種高難度的動作 即使好幾位大男孩 在床墊上一起跳 也不成問題 我國傾廷國手張竹涵 同樣興奮的在床墊上彈跳 大奔堅固 奧運選手測試床墊 舒適度的影片瘋傳 也讓這款床墊爆紅 到底是什麼樣的床墊 能夠支撐這一些世界頂尖選手們 高長度的測試 所以這裡會變成床墊 所以我們必須要有這個 例如 我可以用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 像这一样 例如这一种合适的合适 这意味着这部分支撑更多 因此这边支撑更多支撑 更多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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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容易挡住 因为它其实很方便 因为它其实收起来其实不大 那很好携带 然后不管其实 不管在欧洲亚洲也好 就是在自己的国家 我们可能会一定训练嘛 有时候不喜欢自己的饭店的床垫 但那个其实都还蛮方便 因为一台车后面放进去就可以走了 不仅攜带组装方便 由日本公司所研发出来的 空气编织床垫 让所有参赛的选手 可以透过AI资讯影像处理系统 照顾到选手身体的每个部位 打造个人床垫 今から10年ぐらい前 ソチの冬のオリンピック 当时 选手にスティングを供給しようとしたら いわゆるボブスウェイとか そういう選手は 腰が重いで腰が沈るもの メタ土地 こういう形になる 全体合格して欲しい という要領が 本当ですね 水泳の選手を供給しようとすると 肩が白い 肩が横ですると 深い という話を聞きながら じゃあ 選手って体型が違うし 長期致力於空気編織床垫の睡眠研究 高岡本州社長 研發開始 就以世界頂尖的運動選手 作為研究對象 で 当然 いい眠りをとって いわゆる回復すれば いわゆる いい運動ができます で スポーツ選手の方が いわゆる 特にオリンピックの選手 オリンピックに出るような選手っていうのは 非常に素晴らしい生活をするわけです ですから そういう方々に 逆に素晴らしいっていうのは 毎日が 眠りをとって その眠りの資源に対しても 敏感なの お酒飲んで不快用意して寝たりしたい だから そういう方々を対象に 勉強する方法が いわゆる 新婦の性能を いわゆる 非常に正確なフィードバックをもらう 連續兩届受到奧運的青睞 高岡社長指出 他們除了提供給選手們 客製化的服務之外 最重要的是 有利的睡眠科学證明 これはフランスですから フランスの会社とか ヨーロッパの会社とか アメリカの会社 多分10社ぐらいが応募したと聞いてます ハリオ大会 その中で 我々が選ばれたというのは これは この製品を 公共で使ってくる選手が 圧倒的に支出されて もう一つは 我々が科学的アプローチを したデータです プロスワンという医学ジャーナルに出てる 科学データルに出て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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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学的証明された商品 取得了巴黎奥運指定 最關鍵的因素 就在於這一本研究報告 研究是來自於2016年 空氣編織床墊 與美國史丹佛大學 睡眠研究中心 以及IMG體育學院的研究計畫 研究發現 記憶棉和高彈力空氣編織床墊 在睡眠的品質 以及相關睡眠生理的影響 存在相當大的差異 空氣編織床墊 在睡眠初期 體溫就開始下降 有助於睡眠的進行 人的睡眠其實有兩個不同的週期 一個叫做 一個叫非快速動員的一個睡眠 那非快速動員 大家比較常聽到的叫做熟睡 這個時期 還在這個時期來來回回 平均一個週期 來回大概是一個半小時左右 那人通常比較能夠睡飽 大概至少四到五個週期 所以乘起來 1.5乘以4到乘以5 大概只有六七八個小時左右 研究並發表在 2018年 美國科學雜誌 Pros One的期刊當中 研究結果顯示 睡眠期間 身體的自然翻身 對肌肉的負擔素質 使用高彈性的空氣編織床墊 可以減少 腹外斜肌 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出力 左右斜方肌 百分之六十六的出力 也就是說 睡眠週期當週 使用者可以輕鬆翻身 如果我們完全包覆陷進去的時候 睡了一段時間 身體會翻身 包含肌肉要放鬆 包含溫度也會有影響 一直悶在那邊會熱 如果說你會覺得熱的話 我們睡眠的就會從深層慢慢的 又回到比較淺層狀態 研究報告同時也指出 不管是年輕人或是老年人 空氣編織床墊 在黃金睡眠時期 晚上十一點到凌晨三點 身體的深部體溫 也會持續的快速下降 黃金睡眠時間也會因此而延長 而這項研究至今 仍然持續進行 科學期刊研究證實 空氣編織床墊化時代的 睡眠火星新貢獻 研究證實 那是 isolation енс 用科学的方法解决现代人的问题 访谈中社长强调科学证实的重要性 以及他们不间断地投入研究的精神 拥有美国斯坦佛大学经济工业研究所学历 高刚本周社长在接手伯父家经营的钓鱼线工厂之后 左手研发出了专利的3D立体缠绕技术 制成的空气编织床垫 而这项技术也引起全球的关注 那么究竟什么是空气编织床垫呢 我们看到这些透明的小颗粒 就是聚子粒 经过处理后 在水中形成网状的细线 靠着专利技术缠绕成一张张的床垫 床垫内部呈现3D立体结构 不同弯曲的角度以及疏密度 将空气包裹在立体空间里 不仅透气性加 还能够有效散热降低温度 星材里每一条线都像是无数的弹簧支撑点 能够分散体压 为了了解空气垫织床垫的星材 和一般泡棉的差异化 他们甚至还打造了保龄球道来做测试 当保龄球选手将手中的球 直向跑道时 我们发现一般记忆泡棉床垫 无法将球顺利地送出 球被卡在球道当中了 而空气编织床垫 不仅可以支撑住球的重量 并且还能够顺利地在上面滚动 精准命中之后 躺上去的时候 一定要是一个放松的状态 床垫就是要嘟嘟好 不能太硬 不能太软 如果太硬的话 睡了会压着就会觉得很疼痛 如果太软的话 整个人陷下去一开始很舒服 可是后来就变得不舒服 因为我们整个全身的受力会变得比较大 而且就算真的想翻身 身体需要在睡眠的时候会翻来翻去 在我们肌肉椎一些放松的状况 结果你要翻身的时候会更出力 才能够转动 因为整个人陷下去了 所以就是要刚刚好 比较刚刚好最合适的支撑力的部分 我们可以从侧躺来看 侧躺的时候 它刚好脊椎会呈现一个一直线的 如果说你整个线进去的时候 会变成脊椎 它不是一个直线 所以大家可以试着去自己测试看看 承认东京奥运 中华队空手道的专责物理治疗师 台湾大学医学院的副教授 张正琪博士也指出 不管任何运动选手 睡眠是非常重要的修复过程 不只帮助肌肉恢复柔软度与弹性 更可以帮助大脑来记忆 喜欢眼眩的人 一般我们会着重在 重量可能会落在肩膀跟宽的地方 所以这个地方一般都会表现下去 所以我会先问你说 你躺着的时候 你腰有没有躺到床 有 一定要躺到 这一定要躺到 所以手 刚刚那个博士这样子 手这样子跟过去的话 它如果是可以穿越过去的话 它其实就是没有躺到 对 对 血口 自己其实是可以感受到 如果哪个地方你觉得躺不到 就表示这个床没有给你足够的支撑 可能跟你的姿势 跟这个床的硬软度有关系 这地方是要调整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是肩膀的部分 它其实也会重 所以会陷下去 那枕头就稍微重要 必须要撑住你的枕头的 这个头的位置 那这样的颈椎跟胸椎 它会维持在一个好的里面 就稍微是直的 不可以卸下去 也不可以太有 我手伸起来 有没有看到 这样看得到了吗 那就是 躺着这个地方 有没有撑到 是颈椎要考量的位置 所以就是这三段 你说还有一个 就是颈椎这个地方 对不对 颈椎这个地方 那颈椎这个地方的话 是不是也会关系到这个枕头 对 那枕头的高度呢 其实枕头的高度 跟每个人想法不同 我都喜欢睡很高的 对 你看那种清空 都超高的枕头 可是这个枕头 其实我们的建议会是 跟胸椎大概平 或是高一点点就好 有的人会睡超级高 有没有 高的时候可能会卡到气道 就会发生打憨的这个问题 太高 太高对不对 太高 因为它会这边 它会卡住 这会卡住 如果说 如果说有一点气道的发炎的话 就有呼吸中止的问题 所以这其实另外一个考 它会变 就连我国奥运柔道选手 杨勇伟也指出 睡眠有助于运动选手的 体能修复 主要是因为 我是一个非常注重睡眠的人 有一个好的睡眠呢 它其实可以帮助我达到一个修复 那有一个好的状态呢 就可以面对我每天 高强度的一个训练 另外空气编织床 电影有非常高的透气息 睡起来十分的凉爽 并不会让体温升高 来理想睡眠的品质 让我能够获得更好生成睡眠 其实这床床 很不好 很不好 很不好睡 我觉得 它在腰部直升上面 是真的 还蛮多的 就是我腰躺上去 我应该是这样讲好 我只能躺平在床上面 我是觉得我腰是有支撑到的东西 并不会是悬空 还要感觉就继续在用力的感觉 所以其实每天早上起来的腰 都是感觉还是有得到放松的 有些人是觉得床垫 稍微偏的硬一点 然后有些人是说 它支撑位置好像不太对 我就跟他讲说 你可以试着就是 去交换一下床垫的位置 可以找到你更好 就是你最舒服的位置 不过大部分人 就是躺下去就睡着了 我最喜歡的,我會有關的 當然,你會在東京睡覺 但在東京後,我們會有關的 我們會有關的 Milan,Cortina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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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我同樣的 是的 究竟睡眠困擾的問題有多嚴重 在睡眠的時候 他會重新去重組我們的記憶 把它變得更加的鞏固 所以睡眠不好的人 就算念了很多書 他很容易忘記 所以如果真的學子們在念書 要考試的時候 還是要把睡眠睡好 不要熬夜苦獨 熬夜苦獨真的很容易忘記 記憶又不會持久 那同時因為睡眠不足的情況之下 情緒會更加的不穩定 暴躁易怒 焦慮不安 這些都會更容易發生 因為如果身體一直有不舒服的狀態 根本無法好好的睡眠 那另外來講要好的環境 環境是非常重要的 舉例來說 房間是燈光要盡量暗 而且是不可以有很吵的聲音 而且我們平常要訓練習慣一件事情 在房間裡面真的只適合睡覺 不要在房間裡面習慣滑手機 也不要在房間裡面看報紙 看電視 坐在床鋪上面 還在那邊看電視 會讓身體有一個記憶 這個環境不是一個放鬆的狀態 所以你就算在這邊睡覺 你也無法充分的休息 為自己營造良好的睡眠環境 有效提高自己的睡眠品質 高崗本週社長從解決自身的問題 倒替世界頂尖選手 量身打造新床墊 讓每個人都能夠擁有 屬於自己的空氣編織床墊 擊採撡勢 突然當天井入鏡 連絡的空氣編織和 背景 當天井入鏡 隨時 登記 打擊 さ 所以我腰部的腰部是86厘米 然後身後的姿勢 也就是這樣 馬上就挑選出來了 對 肩軟了 我寝到時的形狀 寝到時的形狀 例如這個樣子 我腰是重的 腰是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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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 防腹這一邊 要把很厚的支撐 老人家他在睡眠睡不深 容易被吵醒來 這個動作上 所以這是我們對老人家 需要更好的一個睡眠條件 讓他能夠進入深層睡眠 這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那深層睡眠最重要的是 一個是環境 對 溫度 對 也是很重要 然後另外一個呢 還有什麼 當然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這個床墊的舒適度 它在翻身的時候 能夠很容易地 達到它要翻的這個動作上 所以要翻身這件事情 其實對於很多人來講 它其實是晚上在睡覺的時候 它會自動地翻 它會自動地翻 對 但是它翻不過去的時候 就會醒來了 就會醒來了 對 你要試試看這一個 你說翻身對不對 對 就是很多人在翻身的時候 他有可能 老人家他可能翻 站著這樣 對 或者是你要翻過來的時候 你會覺得這個床凹下去 你很難出力 對 翻不過來 你可以試試看翻側膛 對 其實你就要移動你的臀部 移動你的肩膀 最重的地方 對 對 你再翻過去那邊 你就會感覺到 其實你必須要去翻動你的臀部 肩膀帶動才行 如果這邊凹進去的話 你很難翻 你就凹進去了 對 然後你這邊如果支撐力不夠的話 支撐力不夠的話 那不夠的話呢 如果翻的話 你說不會過 妳就這樣 對 老人家他可能就翻不過去 因為老人家他可能肌力還沒有很 對 而且那是一個在無意識狀態之下的動作 對 我們當然不希望他是很費力 或需要去思考的 所以老人家最重視的就是說 他能夠翻身 輕鬆地翻身 所以睡眠過程 不會被打斷 對 另外一件事情的話呢 還有一個就是清潔 保養 衛生 老人家你知道嗎 有時候的話呢 可能會不小心的話呢 可能會弄髒 是 對 打翻東西啊 小朋友可能睡覺嘔吐啊 都會有發生這樣的清新 這是一個很好清潔的床墊 你可以看到說 這個外罩是可以清洗的 即使床墊不小心潑灑到咖啡 只要用水洗就可以帶走髒污 新材可以水洗 不僅保持衛生 還可以重複使用 避免一次性的資源浪費 因此在巴黎奧運賽結束之後 他們也將這一些高達 一萬六千件的床墊 捐助給當地的社福機關 以及團體 共同傳達奧運環境有序的理念 對於使用而言 讓家裡美的墊 總統領域 經理的墊 從閉述 全是 展開的 然後 它們之間 都要 用力 整理的衣服 普段 用力 也要保持 通常 我々本能的解决定 心理には汗も染み込んで なかなかそれは洗えない だからシーツをかけてみんな寝てる それでも心理は汚れます エアブは最初にその部分に着用して 要は汚れない 清潔にいつできるように カバンをしてカバンも洗えるように これも洗えるように いわゆるリサイクル前に リユースです リユースができるようにして これはエアウィールというシーツが 常に清潔だから 実は身の回りで一番きれいじゃないものが 洋服も全部洗えるんですけど シーツだけ洗えない 世の中で洗えないものって シーツぐらいしかなくて やっぱりそれはおかしいよね とって我々は清潔はしにきてよ という風になる ですからパリオリンピックも 1万6000台のシーツは 全てリユースしたい いわゆる清潔なんですよ そのうち6000台は フランス軍が使ってくれたり いわゆる100台ぐらい パリオオペラ座のバレエ学校の バレエ学校生徒が使うんです 一つはこれです もう一つはそれでも 勤務していることになった場合 エアファイバーの中の エア部分の中のエアファイバーという機械が 切ってカットして 溶かして再利用です いわゆるリサイクル 素材をリサイクル これを可能にしている ですから現実問題 我々は日本設計社の 今の機材を使っている 今リサイクルして 溶かしてもう一回 いわゆる 作り直すことを 始末し volol レンターニング Sub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